感册上面的照片呢 国防部好像也出现了一个物质的一个情况 把当初的这一个呢 我们的非常神勇的霍克三行的这种的战机呢 变成了直到了另外一台 而且这个明明长得就完全不一样 是苏联那个时候的一个飞机 怎么都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物容呢 难道那些官员都没有看过剪桥英烈传吗 对 其实像这个错误啊 那个真的是看到让人觉得为之傻眼 就是更不离 更离谱就对啊 对 这个错误其实真的是更离谱 而且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看当时以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来讲 的确在抗战初期的时候 可以说打得非常艰苦 当时来说霍克三这个飞机 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霍克三的这个飞机 它其实也不是当时真正的飞机 那是为了那个后面他们日后 那空军新的一个馆等等 他要做一个霍克三的这个模型机 说实在话这个霍克三的模型机 做的可以算是相当的不错 它的那个整架飞机 包括像发动机的外形啊 轮架啊 整个飞机的机身啊 考究啊等等 做的是相当不错 的确是那个当时的霍克三啊 但是打了 投了一场上半场的好球 发了一个纪念册 结果居然把霍克三 可以误植到苏联的16 这就实在是晕倒啊 这就好像完全不同人的一个照片 就把它补上去 那真的就只能用叉叉笔鸡腿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很简单 霍克三这个飞机 当时是跟美国那个Curtis公司买的嘛 那这个飞机 它当时其实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 编入了这个中华民国空军的时候 大概只有70几架 数量其实也并不太多 在整个松户战役啊 然后后来南京保卫战等等 那个汉口空战打一打 就几乎打光了 然后但是16这个飞机 是怎么一回事呢 16这个飞机啊 它其实是一种低单役 然后短机身 它的爬升率很好 但它的本身的空战 缠斗性能很差 那个是当时啊 苏联啊 在那个我们 跟中日开战以后 等于中日开战以后 我们急需要一批 飞机来弥补当时 中华民国空军的损失 所以就找上了苏联 苏联当时也很慷慨 就决定说 我们就卖给你们飞机 而且其实前前后 卖的数量相当的庞大 当然当时苏联啊 那你或许说 它为了卖这些飞机 是有为自己啊 等于说未来将来 如果说跟日本发生战争的时候 预做一些打算跟准备 这个部分也有的 因为它除了 由那个当时 卖给我们飞机之外 也有苏联的飞机员 亲自到中国战场上 来加入我们中华民国 跟他们对日抗战 但是剑桥一捏传 演的那个就不是这一台 对 就不是 你说对了 不是就是不是 就差这么多 这个有两片 这只有一片 这都可以搞错啊 一个是双一机 一个是单一机 然后居然还可以搞错 我真的只能很佩服他们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完全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我们刚刚讲到 16这个飞机 虽然说它后来 在这个中华民国空军 也是为我们来讲 等于说也是顶住了 当时这个对日抗战 最暗淡的时刻 但是单一机跟双一机 两个历史是不一样的 都有各自的战功 剑桥一捏传 我相信再怎么样 举光日也播过了很多片了吧 那你一旁看就对了 这个真的已经让我不知道 怎么来形容 这个国防部办这件事情 只是敷衍的态度了